九头妖怪 三四了 这一块是最好吃 这三位 小妖继续说 涂山井 我西陵九瑶永远欠你一份情 只是此生此心已交予了她 你对我的包容 你对我的好 恐怕此生我无法 以你想要的方式偿还 你很好很好 我曾经想 若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姐 你只是普通人家的公子 我们如寻常人家一般 由父母做主成亲 也会是幸福的一生 但命数天定 从我遇见香柳的第一天起 就注定了和她永恒的痴缠与纠葛 纵使与你举案其美 也终究是一难平 井 我只盼你能放下过去 打开你的心 找到真正爱你 也值得你爱的人 找到属于你的完整的心 涂山井济然一笑 道 此生不会了 今日我来 是来给你送这个 说着 从怀里掏出那份 存了几百年的和离书 小妖接过 栩栩展开 上面涂山井几个字 墨迹上心 小妖心里一痛 想要说些什么 来安慰涂山井 却也知道 说什么都无用 她年少时的 不坚定种下了荫 如今 沧海桑田 却要由涂山井吃下这果 她不忍心 却也毫无办法 因为她知道 长久以来 涂山井把她视作人生唯一的希望 忘了自己曾经光风际月的模样 她只有坚定地斩断一切 涂山井才可能有走出去 才可能有活回自我的那天 井 我很抱歉 涂山井颓然地摇摇头 说 你不必抱歉 以后你也无需惦记我 小妖没有听懂她话里的意思 但也没有追问 涂山井饮完杯中的茶 说了句告辞 就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处 她顿下脚步 问 小妖 若有来生 我希望如你所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公子 你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姐 我没有婚约 你不是向柳 若是那样 你可愿与我共度一生 小妖眼中泛起泪花 看着涂山井萧索冷记 摇摇欲坠的背影 犹豫了片刻 终是于心不忍道 我愿意 涂山井终于回头 泪中带笑道 好 那来生 我等你 高高的云里 向柳站在坐骑之上 如神奇般俯视着小月顶 她眼眸暗沉 周身寒气肆意 有力自保 有人相依 有处可去 看来 这个有人相依 指的就是涂山井了 秋月的第一日 小妖去狗尾巷的打铁铺 看望父王 见到小妖时 苗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怪她狠心 当年一走 连自己和佐尔也抛下了 小妖却笑得开心 说 我又不是去享乐的 带着你们做什么 你们好好待在父王身边 我才放心 佐尔可以保护小姐 苗仆说 不用 我现在可比佐尔厉害多了 小妖笑嘻嘻地说 说话间 一个胖乎乎的半大娃娃冲了出来 然后又躲在苗铺身后 偷偷看着小妖 小妖惊奇道 你和佐尔都有娃娃 她很崇拜小姐 而且对小姐和防风公子的故事 特别感兴趣 最近常去缠着说书先生讲你的故事 小妖脸上一红 那位防风公子怎么没有一起来 苗仆猝促侠地问 小妖神色一暗 那日见完屠山景后 她就没再见过香柳 不知她是不是生气了 小妖说 下次 下次 然后笑嘻嘻地摸摸娃娃的脑袋 问自己父王在哪 军帝手里端了盘吃石从里屋出来 念上一如既往的平和 见面第一句 不问两百年间发生的事情 不问香柳 不问防风被 而是说 小妖 来吃饭 都是你爱吃的 就似她从未任性跑开 一直在身侧陪伴一般 小妖眼里闪烁着泪花 乖乖吃掉所有父王给自己家的菜 好好地吃完一顿饭后 军帝才开口 瞧你瘦了许多 这些年可是吃了许多苦 小妖闪着泪花 扑进军帝怀里 父王 是小妖人性了 军帝安抚的拍拍小妖的头 你长大了 越大 越像你的母亲 小妖 你也如这不吭声 我记得你有一个宝贝镜子 那时你的镜子里 记录了一位不算朋友的朋友 那时父王问你 这位不算朋友的朋友 值得你永远记忆吗 如今 终于有了答案 小妖黯然答道 那时我 看不清自己的内心 军帝拍拍小妖的脑袋 说 看清自己的内心 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需要勇气 有些人快些 有些人慢些 有些人永远看不清 你能看清 是好事 小妖接着说 我多希望能早些看清 那样便不会伤害其他人了 军帝知道 小妖说的是图山井 开导说 情爱不似亲情 友情 可以多方兼顾 情爱是排他的 选择一个 必定会伤害另一个 你做不了什么 需要他自己疏解 自己走出去 军帝接着说 神的一生 是漫长的 你如今能找到一个志趣相投 倾心相待 能让旅途变得有意思的人同行 很是幸运 父王为你感到开心 小妖想起香柳 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不知她陷下在何处 在做什么 心中有了几分忧郁 后来 又在打铁铺待了几日 整日不是看郡的打铁 就是同苗圃 那半大的娃娃玩耍 她跟娃娃保证 定会带着传闻中那个 比自己长得还好看的防风贝 来看她 临走时 小妖扭扭捏捏地道 父王 过些十日 我带向柳来看您可好 郡帝心中了然 笑道 好 从郡帝处回来后 小妖在小月顶待的坐立不安 便下山去了指一城 她去了以前防风 被带她去过的赌方 十四 酒铺 死斗场 却一回也没碰见香柳 第十日时 她终于在歌舞方 见到了香柳 那时 她戴着围帽 站在歌舞方二楼的廊桥上 看着她 揽坐在一楼厅里的挨几钱 饮酒作乐 身边还有两个貌美的舞姬做陪 小妖胸中气闷 目光直直地盯着香柳 香柳注意到楼上的视线 却恍若不见一般 将舞姬 喂到嘴边的酒饮了干净 顺手将舞姬揽入怀中 又不知 同女子而语了什么 影得家人娇笑连连 小妖心中又酸又痛 气急返笑 大声道 防风贝 你出来 所有人都被这一声大喊吓了一跳 抬头望去 是一个戴着帷帽的女子 只见那女子说完就转身出了歌舞方 周身如有一团火一般 众人哄笑 香柳放开舞姬 对同座的几位好友做了个一 道 今日还有事 各位改日再约 然后在哄笑声中 面不改色地出了歌舞方 香柳走出歌舞房时 漫天咽雨 小妖正立于壁水盼 河边一枝枝红了 花色繁红 因为沾了雨水 分外娇艳 正如小妖的背影一般 香柳走近 问道 你喊我出来做什么 小妖生气道 你刚刚在干什么 你已经和我 你 你还抱其他女子 隔着帽帽 神色看不真切 怎么 你吃醋了 香柳替小妖摘下帽帽 伸手想给小妖 把碎发拨到耳边 小妖偏过头 哼了一声 香柳说 你看 你也知这滋味不好受 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 香柳捏住小妖的下巴 让她直视自己 她面若冰霜 声音冷立 这辈子还没过完 下辈子你就允诺出去了 小妖急道 你偷听我说话 你不也偷看我与美人饮酒 小妖知道说不过香柳 不再说话 只闷闷生气 片刻后还是解释道 涂山景 她很可怜 香柳手中用力 说 你可知 对她的人词 便是对我的残忍 好